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当年 张继刚通过考试 准备做官 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国家就发生了一场大战乱 士兵们整天在打仗 连皇帝都逃走了 于是呀 很多读书人也纷纷离开长安城 逃到了比较安全的江南地区 其中也包括了张继 张继离开长安城后 独自一人来到了苏州城 在一个秋天的夜晚 张继乘着船来到苏州河的丰桥边 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但是张继睡不着 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船头 月亮已经慢慢落下 天空也变得更黑 乌鸦的提叫声 似乎也在提醒着诗人已经夜深了 张继看着眼前的景色 想到国家战争不断 自己也很久没有回家了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不知道接下来又该去哪里 想到这里 张继感到非常伤心 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风桥夜博》 这题目《风桥夜博》说的呀 就是诗人来到苏州城外的风桥 夜深了 将船停靠在岸边休息 张继睡不着 只好站在船头 欣赏夜里的景色 月落乌堤 霜满天 江峰与火 对愁眠 这两句诗诗说 在这个秋天的夜晚 月亮已经渐渐落下 只听到一群乌鸦在压压地叫 江边枫树的叶子在寒风中一片片飘落 鱼船上的灯火也在大瞌睡了 虽然还是秋天 但是夜晚也非常冷了 张继觉得心里也凉嗖嗖的 于是裹紧了衣服 回到客船里准备休息 孤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突然 张继听到了一下一下的敲钟声 在这安静的深夜里 这钟声显得格外清晰呢 张继记得 在苏州城外 有一座清静的寒山寺 钟声应该就是从那里传来的吧 《风桥叶夜博》这首诗呀 写得最令人叫好的地方 就是运用了《容情与景》的手法 咦 《容情与景》是什么呢 我们回到诗歌里看一下 哎 因为国家正在战乱中 自己又离家那么远 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诗人的心情本来就很糟糕了 但是你看 月落乌堤霜满天 江峰与火对愁眠 已经落下去的月亮 正在压压叫得很凄凉的乌鸦 远处渔船上一闪一闪亮着的灯火 这么安静的夜晚 只有张继一个人 他觉得自己就好像被这黑黑的夜晚包围了 夜晚的寒风也越来越大 想想就觉得很孤单寂寞 还怎么睡得着呢 如果张继直接说他很孤独 很忧愁 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么深的感受了 但是他通过把情感放进景物中 这种忧愁的心情 我们一下子就体会到了 这种用景色来表达自己情感的手法 就叫做容情与景了 诗人用短短的几句诗 运用容情与景的手法 既描绘了夜晚江边幽静的景色 又表达了诗人 忧愁苦闷的心情 小朋友们 你们体会到诗人心里的忧愁了吗 那么最后 让我们再一次朗诵一下张继的这首诗吧 下期节目 豆豆姐姐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杜甫的旅夜书怀 这里面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下期再见啦